好 剛剛看完很雍容華貴的主臥室 接下來來到這個 很紫色夢幻的女孩房 我知道當初當然也是家具先進來 那後來你怎麼樣 幫她做整體設計的搭配 因為她這個墻後面的封皮的地方 有香水鑽 香鑽 屋主的女兒 她也挑選了紫色系 所以就像窗簾地方 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相夫印的搭配 另外我也看到在這個窗戶的旁邊 你用了一個卧榻取代椅子 因為它有間距到收藏收納的關係 所以它這個地方可以讓朋友過來聊聊天 過夜也可以對不對 因為我看到它的寬度其實是夠的 所以它比椅子更具多功能 這也顧到了 那另外在更衣室這個部分跟主臥 我看到你的設計又是不一樣的概念 因為它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做出它的門面 朋友過來的時候 它才有一個內外的感覺 在男孩房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一樣延續是新古典的風格 可是因為家具挑選的不同 甚至是你幫它做整體規劃的不同 它營造出來是截然不同的氛圍 因為它整間的空間窗簾 還有就是櫃體的部分我都搭配影 在玻璃上面做一些圖騰的變化 它比較不會說太現代的感覺 因為它是屬於低調設法 那當然天花板我看到 現本也都顧到了 甚至在其實同層樓的客房 又呈現兩種不同風情 因為客房的地方 平常來的客人不同 所以我們就是先提前幫它 想說跳脫一些不同的元素 而且其實我覺得屋主很貼心的一個部分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B1有試聽室 但其實他也想到在頂樓這裡 有個麻將桌 三五好友同樂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唱歌的跟打麻將的 是不會互相干擾的 是 因為它這邊後院的景色也不錯 所以就是把休閒期 再把它圓系到頂樓去 所以讓它的景可以看得更遠 OK 所以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剛剛從B1這樣 一路聊到四樓 然後看到了我們的客廳 甚至到主臥 到客房 男孩女排房 延續整體 整棟都是奢華的新古典 我們都顧到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今天聽謝總講一講 我就知道 原來其實大家 下次在空間設計的時候 可以反方向來思考 也許是我先看到了我喜歡的家具 然後我來決定風格 甚至找你們做整體的空間規劃 這樣組合起來 這樣一間很完美的空間 我們要非常謝謝謝總 今天讓我們大開眼睛 謝謝 謝謝 台語講得比較溜的謝設計師 他讓我感覺很親切 很自然 就像在跟爸爸聊天一樣 因為他沒有設計師的架子 卻不是專業的準確度 好像什麼功法的小訣竅都難不倒他 也因為經驗的累積 增加他對於設計過程的細膩以及貼心 不管天南地北他都能聊得起來 他說他面對客戶就像對朋友一樣 因為這樣才能長長久久 自然客戶也就越來越多 因為他認為廣結善緣 開心歡樂 這才是生活